新闻开始马上弹关线是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山土尔台风的中心点即将要登陆南台湾 路景范围再往北扩大 各县市政府都是严阵引带 因此10月3号全台22县市依旧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 也因此台北古旗会市将会再多修饰一天 呼吁民众还是尽量要待在家里头做好房台准备 而气象处就预估了山土尔台风可能在登陆台湾之后 威力快速的减弱转为热带性低气压 气象处也表示这种现象在台湾是相当的罕见 前一次是发生在2001年的时候的谈美台风 若说这一次山土尔台风登陆之后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将成为史上第二个消散在台湾上空的台风 不过气象处也示警额台风的环流结构依旧非常的完整 威力不容小觑 山土尔台风归宿逼近台湾的过程中强度持续减弱 有气象粉砖更观测到台风眼墙已经逐渐塌陷 气象粉砖用事实说台风也分析 山土尔台风自找苦吃 在同一个地点太久把温泉泡成了冷泉 强度无法维持只能吃自己 气象专家林德恩更表示 山土尔台风在周五清晨到周六 有机会死在台湾降为热带性低气压 而要是真的发生 山土尔台风将会成为史上第二个消散在台湾上空的台风 2001年的台美台风它是直接撞到中央山脉 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但是它却引进了非常旺盛的西南气流 山土尔台风它目前是避开了中央山脉 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气象署直言从历史资料来看 过去唯一一个死在台湾上空的是2001年的台美台风 当时它行程之后向西北移动 在台东大午附近登陆 之后就快速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至于山土尔台风 预估将会以较弱的中台或是青台登陆台湾 不过对台湾的影响仍是不小 周四全台停班停客 统计从周二开始 台风架连放三天的县市 包含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 屏东县花莲县以及台东县 西乡属市井即便台风减弱 但环流结构依旧完整 带来的风雨可别轻忽 山头的台风就在家门外 威力不容小觑 提醒民众减少非必要出门 注意自身安全 记者台北最后报道